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要做羽球的课程简介 那羽球这一门课呢 他的学分数是零学分 但是他是必修的科目 羽球是由本人李淑琳来上课 那我的办公室是在体育室 那分机是一二七 那我的专业领域在学科方面是 运动社会学 数科的话是羽球跟曲棍球 羽球这个科目的宗旨呢 是希望学生能够透过羽球运动 来增进生理心理社会的全人健康 并且能够建立实施运动 处处运动终身运动的良好习惯 提升个人的生活品质 羽球的学习目标是 希望能够激发学生 学习羽球的兴趣 并且提高羽球的技能 那促进身体的发展 丰富休闲的活动 那对于社会规范的行为的培养 也是很有帮助的 羽球学习的对象是 全校大二体育课的学生 都可以选修 学前能力 应该具备以下的基本能力 要有基本的体制能 那建议具备的能力有包括 对羽球有学习的热忱 还有对羽球有兴趣的同学 都可以来选修 那学习的方法包括 课前预习的话 我们是依照课程的规划 先进行体制能的前测 还有练习 那在课程中 希望同学能够积极参与 各项学习活动 那依照课程进度 学习羽球各项的基本技能之外 并进行综合技能的练习 验证自己的努力 下课后也可以继续练习上课所学 那审视自己羽球的 基本技能的学习成效 不了解的部分 或有障碍的时候 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 可以请教老师 那教学大纲在第一周 我们规划的学习主题是 课程简介 那学习的活动包括 服装用具的介绍 还有握拍法的介绍 还有球感的练习 那羽球的游戏 还有正拍向上 反拍向上 那第二周的学习主题是 高远球 那学习的活动包括 我们先做热身操准备操 那复习上一周的球感练习 还有正反拍向上 那主要的话是要介绍 高远球会空拍的要领 还有练习 那还有自抛自打的高远球 还有对墙击球的高远球 那在第三周的话 我们的学习主题是发球 那整个学习活动 有包括也是热身 之后复习 第一周跟第二周的动作 包括复习正反拍向上 还有复习高远球 有包括对墙 自抛自打 两个人对打 那今天主要的话是发球的介绍 发高远球还有短球 在第四周我们主要的学习主题是挑球 那在学习活动也是热身 教步法 那复习高远球 再复习发球 那最重要的今天是要教挑球 所以挑球练习的话是一人发短球 另外一个人是做挑球的动作 那在第五周 学习的主题是反拍的挑球 那也是一样准备操步法 那复习高远球 复习发球 还有复习之前的正拍挑球 那之后再教正反拍的挑球 那在第六周 我们的学习主题是往前球 那一样是热身操 那步法的话 有场内的前进后退 侧跑 那再来的话是 是高远球的击球 还有发球跟挑球 那再来的话就是往前球 就是放小球 那在第七周的学习主题是切球 那一样是热身操 还有上一周的步法练习 那在复习之前的高远球 发球 挑球 还有今天的主题切球 那就是切球要领的介绍 还有切挑球的组合动作 那在第八周的话 我们是第八个单元 是切放挑的联合动作 那主要的话就是 先练习切挑的练习 之后再切球 放球 挑球的组合练习 那在第九周的话 学习主题的话 是基本动作 还有步法的联合应用 有包括步法 是米字形的步法 那再来平球 还有高远球 正拍高远球 跟反拍的高远球 还有基本动作跟步法的联合应用 那在第十周的话 我们的学习主题是 单打的规则讲解 那一样之前的准备抄 米字形的步法 还有之前所有动作的基本动作 包括高远球 发球 挑球 切球 还有切放挑的组合练习 还有今天会交杀球 那之后再来规则的讲解 单打的规则讲解 那第十一周的话 我们就开始要进入 我们正式的单打比赛 那整个学习活动 也包括之前 复习之前的基本动作 还有步法的联合应用 之后我们就会 安排 同学 直接参加那个单打的比赛 在第十二周 一样是单打的比赛 我们会排赛程 之后同学根据赛程 来排 单打的比赛的赛程 还有裁判的实习 有同学在单打比赛的时候 其他的同学 要在旁边做裁判 那做裁判的实习 这样的话 对于规则 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 那第十三周 一样也是单打比赛 有单打比赛 还有裁判的实习 那第十四周 也是单打的比赛 学习活动 一样是单打比赛 裁判的实习 那第十五周的话 我们就开始要 数科的测验 那数科的测验的话 有高远球的测验 那在第十六周的话 也是数科测验 那我们就是要发球 发长球的测验 在地上会画九公格 那就是说你发长球 看落点 球落点落在哪里 那个就是十个球 加起来的分数 就是这个数科的分数 那在第十七周的话 我们就是要尝试测验 那尝试测验的话 就是羽球的尝试 跟规则的测验 那在第十八周的话 整个学期 也差不多告一段落 那这时候的话 如果说你的数科 成绩比较不理想的话 第十八周 可以来做数科的补考 那其他同学 如果数科都没有问题的话 可以自行比赛 那羽球的成绩考核的话 是运动技能 占百分之五十 那运动精神 与学习态度 占百分之三十 体力尝试跟理论 占百分之二十 那在数科方面 运动技能的部分 包括高远球的车验 占百分之十 发长球车验 占百分之十 比赛占百分之三十 那运动精神与学习态度的考核方式 是依据本校的体力成绩考核办法 包括上课的初缺席 还有上课的态度 那服一的部分 占百分之三十 那体力尝试跟理论的话 就是刚刚讲的 在第十七周 我们会有一个体力尝试的车验 那这个部分占百分之二十 对于未来的学习方向 在相关的课程 有羽球运动伤害的 跟防护 那在延伸课程 在三四年级 有进阶羽球 那欢迎同学 如果说对羽球有兴趣 那想进一步的 在修羽球的话 有进阶羽球 那我的介绍到这 那希望说对羽球 大二的学生 对羽球有兴趣的同学 或者想学习羽球的同学 可以来修羽球课 那谢谢大家 对羽球的同学